在BIOS里把P3T Limit这一项设置成80瓦后 就可以用一根Type-C线缆连接我的显示器 达成小主机和显示器之间信号供电一线通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AMD RAN78845HS CPU的高性能迷离电脑 AUSTAR CAMBE GM12 MAX GM12 MAX系列是天辈本年度旗舰产品不断迭代升级的顶峰 它不但拥有2024年超级大满观接口 还装置了年底最有性价比的8845HS CPU 准系统售价仅仅2100元左右 而8845HS的升级产品AI9 HX370 现在可能有点小贵 准系统价格依然是它的两倍还有多 那么到年底了 大家是想买一台有超级大满观接口的8845HS旗舰主机呢? 还是咬牙买入我们下一代旗舰 AI9 HX370小主机 天辈GM12 MAX 装置AMD RAN78845HS 8核46线程标压移动CPU 类置AMD Radeon 780M核显 双通道DDR5内层5600MHz 双PCIe 4.0X4的NVM1 SSD 视频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 敲WiFi6 前置AUKLINK接口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NVM1 SSD的三人马甲和硅胶垫 两套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两组高度不同的脚垫 说明书 这单槽小电源 NV6.32A 一共120W功率 小主机顶部有镂空的GEM标志 黑色铝合金机身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耳麦接口 双USB3.2A口 可以PD输入的全功能USB4接口 AUKLINK接口 必须关机后才能插拔的警示标签 后面板 19V电源接口 可以PD输入的全功能USB4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满血的HDMI2.1接口 DP2.0接口 双USB2.0接口 后部 双侧 底部 顶部 都有通风口 取下背部四颗螺丝 从标签这里揭开底盖 看看内部接口情况 右边底盖上有一个静音风扇 两条DDR5内层插槽 一组2280PCIe 4.0X4的NVME接口 另一组2280PCIe 4.0X4的NVME接口 Intel Wi-Fi 6无线网卡 我们给准系统安装了两条DDR5 5600MHz的内层 一条2T的爱国者7000Z NVME SSD BIOS里首页可以看到 32G内层 5600MHz 这里可以修改性能释放 安静45W 平衡54W 性能65W 三种选择 我们选择了最强的性能模式 P3T Limit可以限制小主机的整体功耗 比如这里80W就是整体功耗 不会超过80W Type-C接口能够输出90W的显示器 就可以和小主机一线通了 这里可以修改显存大小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14秒后就从70W下滑跑在65W 整机功耗跑到90W左右 CPU频率稳定在4.3GHz 我们单烤了1小时03分钟 时温21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到80度 SHD最高温度44度 这散热是很高水准的 我们用天背GM12MAX的迷离主机 Ryzen 78845HS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9分49秒 共计589秒 589秒算非常好的成绩 目前排名所有780M核显小组计的第四名 CPU-Z多线程7313 单线程670.4 多线程是目前780M核显中最高的 登顶第一名 GIG-BENG5多核12338 单核1962 多核成绩排名780M核显第三名 GIG-BENG6多核13133 单核2634 仍然排名780M核显的前列 CPU-Z多核17208 单核1747 多核成绩还是排名780M核显的前列 CPU-Z多核987 单核104 多核成绩位于780M核显的第三名 PASSMARK多线程33,088 单线程4026 多线程成绩是所有780M核显的第二名 综合上面的比较 天背GM-128845HS 多核成绩排在780M核显显著靠前的位置 然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1608,694 CPU得分969,376 我们给Zen7-8845HS运行OpenW测试 AES948955 XX20370446 Chromemark512027 在Chromemark成绩上不但上了50万分 还是所有780M核显小组机的第二好成绩 黑神花无空使用官方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自定义画质 超彩开到50开启增胜层 最后结果是70帧 实战一下 古墓里映暗影 1080P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 43帧 荒野WK2 1080P 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 47帧 低平线5 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指 普通场景80多帧 复杂当中70多帧 低平线4 1080P超高画质 开了两倍抗拒指 全程80多 接近90帧 非常nice 英雄联盟 4K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9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 跑起来 战斗起来 接近60帧 这就是Radeon 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最高85.9度 内存做显存最高60度 SSD最高45度 散热表现很好 看一下3DMark的图形得分 Time Spy 3037 Fire Strike 8648 Still Lomid Night 21.27fps 稳定度98.5% 我们把3DMark的数据做成图表 它在780门核显中 排在前列 我们也给它运行了大模型测试 还是探知色变成问题 13.71 Token每秒 排在了所有780M核显的第二位 显示输出 HDMI 2.1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Hz 10位RGB显示信号 USB4和DP接口 最高能输出 4K144Hz 10位RGB显示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 DP接口可以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160Hz 10位RGB显示信号 连接索尼OLED电视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120Hz 10位 YCBCR444显示信号 Radeon 780M核显的 视频解码能力 它能硬解本地 8K60帧AVE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E视频 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 7100兆币每秒 这是PCIe 4.0X4的 最高速度 USB4接口外接 雷电三硬盘盒 3100兆币每秒 这是很不错的 USB4外接存储的性能 我们还测试了 小主机的Wi-Fi网卡 这次是 Intel X200 Wi-Fi 6 无线网卡 跑到了800兆BPS以上 算是我的 无线网络环境中 很好的无线性能了 Intel I26-V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 Apple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 没有兼用性问题 天背GM12MAX 装置了RUN7-8845HS 在Windows下的性能 释放式65W 功耗表现 我们列表给大家看 最高没有超过100W 120W的单槽小电源 能够搞定 室温21度的时候 CPU带机温度32.6度 SSD带机温度42度 生产力测试 CPU100%的时候 机身48分贝 放到耳边位置 只有39分贝 算安静吧 天背GM12MAX 它装置了AMD-RUN7-8845HS CPU 出厂65W的性能释放 性能排在所有780M核显小组机的前列 它拥有超级大满观接口 我们对此非常赞赏 因为这将会是一台 很难过时的小组机 它有双2.5G网口 可以做软路由 它有满血HDMI2.1接口 可以做最高等级的HTPC 它有AUKLINK接口 可以外接显卡屋 AUKLINK外接多盘位硬盘盒 USB4接口外接万兆网卡 它可以转型为 一个有万兆存储功能的 家庭服务器 这台小组机 我不认为它有啥缺点 除非AI9HX370小组机 能跌进3000元以内 才会对它产生威胁 总结一下 GM12MAX装置RUN78845HS 65W的性能失发 算最强的那一类780M核显小组机 性能排在了前列 散热精英都优秀 满血全功能USB4 能接入PD电源 限制整机功耗 可以达成一线通 装置具有最强扩展能力的 AUKLINK接口 接口兼容性超级完美 这是一台本年度非常值得买的旗舰机 目前价格也就2000出头 我们对GM12MAX8845HS 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